大选进入最后决力阶段 奥巴马展开48小时马拉松式拉票活动 先后前往7个州份 再到芝加哥提前投票 他深夜到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一个演唱会 重复提到对手罗姆尼政策摇摆 前去诚信 奥巴马之后乘坐专机空军一号 通宵前往佛罗里达州继续行程 至于罗姆尼就集中到爱奥瓦 俄亥俄和内华达州拉票 他在内华达州指奥巴马的形势不妙 形容自己会胜出 罗姆尼在多个调查当中略微领先奥巴马 但是优势落入误差范围 显示两人的选情极为紧凑 不过一普索和纽约时报都预测 奥巴马离当选的270张选举人票的目标更近 多个摇摆州份成为必争之地 当罗姆尼做出最后冲刺之际 支持率可能受党有拖累 经驻印第安纳州参议员的穆尔多克 辩论时的这番话引起各界不满 他其后向公众致歉 曾公开支持穆尔多克参选的 罗姆尼阵营立刻划清界线 而奥巴马接受电视录影访问时 攻击对手之余也成绩标榜自己尊重女性 时代杂志最新民调显示 被美国媒体形容为最关键的俄亥俄州 支持奥巴马的女性选民有56% 远高过罗姆尼的19个百分点 分析指 奥巴马势必把握最后的时机 强占女性选民的支持